迎接我們國寶這次日媒是擺出了大陣仗了 包括了獨賣 朝日等五家報社 還有富士 NHK 兩家電視台共同主辦 那麼這是因為馬總統要把故宮外交發揮到極致 不獨厚單一的媒體 好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喔 媒體的報導內容當中在名稱上 都把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國立這兩個字給省略了 改成冠上台北故宮博物院 那麼這也顯示了日方對北京政府的顧慮